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欢迎收看 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陈元庆陈老师 很快来到了11月14号礼拜四了 那今天台北股市 持续的一个下沙走跌 我知道台北股市 最近这个礼拜一路跌跌不休 很多人的一个心情 可能会很担心 很害怕 所以为什么大兄一再的强调 跟紧大兄的脚步很重要 做到做不到 真正差很多 首先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 我们全国所有会员 以及所有的一个粉丝好朋友 你可以看到我们待会 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股票 几乎党党股票 涨党党股票标 包括的一个AI事务器的导轨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窗户 窗户我上一次 第一次是在420块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 你看第一次一路飙到多少 1400多块 一路飙到1400多块 然后拉回来我826 因为有含现金股息 我成本826 我再度怎么样 再会没有锁定 波段当我仍然续报 你可以看到 那么这一次来到的一个1480块 那今天是售在1385块 仍然是持续开心 大转持终 那为什么他那个表现会这么这个强 很简单 因为说到这个AI AI伺服器的加持 带动毛利率 以及他的一个获利大卷盘生 特别是在12月 甚至明年第一季 整个的一个GP200 才开始要出货 那出货又会带动 整个的一个倒轨 AI伺服器倒轨 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拉货需求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苦肉都背起来 而且他还没结束 所以我破单单 我仍然是续报没有改变 然后再来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四星KY 四星KY也是我们之前 代会没有大赚特赚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老朋友 当时候从917块成本 代会没有锁定 你看 直接连倍大赚到的一个4565块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你只要是我的一个会员家族 你可以跟他 当然这是高端会员的一个朋友 光是这样一趟上来 你的资产已经翻了 增加了快四倍 你没有听错 那这一次拉回 拉回1895块 再度怎么样 再度锁定 再度锁定因为有出息 所以我们成本1873块 那今天是的一个震荡 震荡收红 震荡收小红 整个这个格局都在多方的一个扣盘制 都没有改变 既然没有改变就是持多虚报 就无需做改变 然后再来包括的一个这样 华星光 华星光我们今天是顺势获利出一半 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我第一趟 现代会员没有先赚超过41%的价差 然后拉回第二趟 买在1308 我就买一笔 拉回我就买一笔138 138买进之后 你可以看到直接拉上来 拉上来昨天是出现黑K棒 我也告诉大家明后天是关键 但是今天开高上来 没办法一鼓作气 所以我就建议会员 155上下顺势获利出一半 磨定额额额动 你可以看到今天又几乎卖到盘中的高顶 这一趟的价差也都有十几% 15% 至少也都差不多有15%左右 那么再来 包括的一个全新 那这也是我们近期带会员朋友 全新锁定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 从139 10月30号 带会员朋友买在别人不敢买的地点上 买进之后 就开始的一个放量的一个走高上来 那么甚至 华红 在12号的时候 华红我基本当中获利全出 获利全出之后我转到全新 那昨天马上怎么样 马上放量级拉上来 那今天开高震荡压下来 但是整个格局都在多方空满子东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买它 我也告诉大家 很多这个股票拉回 是让各位可以减便宜货的机会 大家要知道 在正当拉回的过程当中 更能够彰显出一档股票 真正投资的潜力价值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才是赢家的思维 不是每天看到股市的一个下跌 在那边担心的害怕 你要知道我在做什么事 我在做的是 今天下跌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反而趁着的一个拉回利空训练过程当中 反而是一个好机会 反而是一个好买点 你可以看到全新 买在别人不敢买地点上 已经利益不败之地 短线这样洗盘很正常 都在多方的一个空门之中 然后再来 要特别恭喜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所有会员朋友 这是我们的一个高端会员朋友 双红齐红 我就跟他说过 我看好两档嘛 散热模组我就 最看好就两档嘛 双剑齐模嘛 散热一哥双红嘛 散热二哥就齐红了 啊双红你可以看到 这也是我们过去 带会员朋友搭转特赚的股票 啊齐红也是我们过去 带会员朋友搭转特赚的股票 啊像这两档股票 拉回你看 我们650块 再开始 带着会员朋友锁定 锁定之后我们先赚一波啊 我先赚一波之后拉回 我再带会员朋友再怎么样 再低级买回来 你看今天那个双红表现怎么样 今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我知道今天很多人 一定会来蹭我们的一个股票啦 啊你是 你是在低档买的 还是今天涨停板才带你去追嘛 今天涨停板带你去追 啊妹妹你可能赚一%两%啦 啊你们就太多 比面的都要涨停板 啊当然这种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 后市非常看好 因为明年是水冷散热啊要大爆发的一个时代 哦那为什么我买它 哦那么后市啊 它的一个表现会如何 哦特别是GP200啊 啊在在整个的一个年底要开始出货 啊开始出货它会带动什么 啊带动整个的一个水冷的一个散热啊 啊的一个大爆发啊 啊GP200它又要用到的1200瓦啊 啊那紧接着啊这个GP300又要用到的一个1400瓦 所以这样的一个这样啊这样的一个商机才刚刚开始啊 啊今天来到700块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才刚刚开始都还没有结束 包括这个齐鸿也是一样 哦你可以看到这是啊买在这个635 640块啊 的一个位置去福建啊今天持续大涨上来来到685块 说说而且而且才刚刚开始啊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很多人都在问啦 问说啊鸿海啊短线的一个震荡啊可不可以买啊 特别是今天鸿海的一个下午这个法说啊 那么下午法说公告的一个业绩是3.55块 第三季赚了3.5块你看就在我们的预期当中 我们就预估赚3.4到3.6 哦就是符合预期嘛 整个营收比呃去年呃同期还要成长 哦那么整个那个获利呃也比去年同期成长 哦那毛利率当然微无衰退 微无衰退原因是什么 哦微无衰退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 啊因为GP200还没出货嘛 啊因为消费性的一个需求 呃的一个中生需求相对疲弱 啊因为现在出的是H100到H200嘛 啊所以你看到的一个毛利率 啊比上一季记者0.23 比去年同期也是微减 啊其实这个都很正常 哦那公司派也表示同事房也表示 哦整个这个12月哦那GP200要开始出货 哦开始小量出货 明年第一季要开始大量出货哦明年将会是高速成长的时代 听好哦明年整个AI速器要冲冲要冲冲冲高到五成哦 哦冲高到五成哦 所以鸿海真正的一个好戏才刚要开始嘛 我知道大家你觉得涨很多了嘛哦你没有跟着我买在的一个这样啊这个低点上啊 哦当然你这一波的一个这个机会你都错过了嘛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你愿意一切都还来得及啊 啊为什么还来得及因为明年的一个GP200才要开始嘛啊GP200开始它会带动毛利率的一个大举攀升啊所以你看到第三季的一个财测啊这个毛利率是季减减啊维虎减啊很正常啊但是获利是增加啊在预估当中啊但是GP200出货之后 毛利率会再度大举攀升啊获利还会再怎么样还会再成长啊是不是都在完全都在我流行 这一个规划当中啊所以趁着这个短线的一个震荡 红海价值型关键买点在哪边哦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想要把握的投资朋友啊我想这样好了啦我今天特别开放啊我今天特别开放哦那大兄吴士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哦那你想要哦知道红海关键买点啊这一波的一个震荡 关键的一个买点哦在哪里的一个好朋友哦那各位可以透过什么哦透过9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大户拼命买千张以上大户拼命买商户拼命买嘛所以我就告诉大家拉回是农历年前最后进场机会啊你想知道红海关键买点在哪边很简单你现在只要做一个动作哦透过9的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加入 rule大户拼命买的一个9的我赶快转发一下哦那透过9的哦直接释讯大户拼命买啊那留下你的姓名跟联络电话哦让我可以找到你的人啊哦那明天我会请我的一个助理啊啊哦个别通知哦无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机会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机会 或许大家看到的一个指数的拉回 大家会担心会害怕 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是什么 每一次的一个大跌后的一个机会 其实是最可贵 机会一瞬间出现 我可以告诉大家就不会重来 而且拉回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在测试你的一个心理测试 测试你心中有多么想要成功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其实很多的一个事情 原本是其实没有什么大事 但是都是市场把它怎么样 加油添醋 所以让大家觉得很恐慌 就像最近的一个天吐台风要来了 大家尤其中南部投资的一个群众 那真的要出门在外 可能要做好自身安全 做好房贷准备 就像台风一样 路径诡谀多策 难以捉摸 路径会转弯嘛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一个跌 是不是代表后面还会再下跌 我可以告诉大家未必啊 为什么未必啊 我知道大家都在想 哎哟川普现在要重展白宫重回白宫 要开始磕高关税 到时候包括欧洲台湾亚洲新市场可以要磕的一个20%或10%的一个关税 包括的一个中国大陆要磕60%的一个关税 那么甚至啊 整个的一个台积电啊 可能整个的一个未来啊 他也要导引台积电到怎么美国去设长 因为他们的一个保护主义嘛 美国的一个美国利益优先的一个主义的一个措施啊 但是你你想想看嘛 我们国内这些的一个业者 我说真的他也是有一套的一个应对之道 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短线好像很恐慌 也造成美元指数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飙升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如同我在昨天说说所说的嘛 那么厂商他会有因应之道 他绝对不会坐以待毙啊 你可以看到包括的一个鸿海也好 台积电也在美国设厂了嘛 也会再加速的一个导入的一个这样 可能更先进的一个制程嘛 然后包括的一个这样 鸿海广达伪创啊 合作啊 电子代工厂也在美国积极怎么样 积极设厂嘛 因应的一个川普2.0时代 以及资源客户的需求嘛 所以他们只有一套之道 可以避开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降低的一个川普高关税的一个影响嘛 那么再来 主要说股市是经济的组装嘛 股市最终一定会跟着经济的一个方向 来前进嘛 那你想想看 GP200 12月要开始出货 明年要量产 11月上市贵公司 角色一样量演成绩单 11月整个的一个 出口还会持续成长 12月甚至明年的一个 因为GP200的一个出货关系 还会怎么样 还会大举的一个涨 出口还会大举的成长 所以整个那个经济是持续成长向上不变之下 所以我问各位后面会怎么走 为什么台积电 你可以看到还是能够屹立在千元的一个位置之上 屹立不咬 过去台积电才多少块 200多块 300多块 400多块 500多块 现在都已经来到一千块了 如果真的冲击那么大 为什么台积电还能够锁得稳稳的 你有没有去想想这样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很大的风险 VS恐慌指数为什么不涨分跌 而且冲下近四个月的一个心底 所以很多这个事情是没没格格啦 所以为什么我说啊 每次的一个大跌后的一个机会最可贵 就像啊 在上次24416点下跌下来 你看哦 跌到19662点 为什么会跌 美国数据不佳 ISM数据不佳 包括市场传说 Black的一个威尔 要地缘出货的关系 哇股市价值 大家杀身龙龙 但是在市场恐慌过后 你可以看到 却又是孕育最佳的一个机会 马上又怎么样 马上又急拉大涨上来 大涨两千多点 那这一次的一个拉回又是什么 来到20622点是什么 川普 因为选举的关系 川普效应的一个关系 川普的保护的关系 所以指数阴伸底下 当指数的一个随时指数拉回 你又要恐慌害怕的时候 我当时候就告诉大家 台股最后压缩准备完大的 我相信后面你有看到 那这一次 又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下跌之后 你看苦肉都背开 那么这一次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次拉回你会发现 整个这个冲击啊 这个效应是持续在地点当中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一次的一个拉回 关键转折即将出现 拉回啊 是你农历年哪前 最后进场点 这个机会要怎么把握 赶紧来找大兄就对了 赶紧来找大兄就对了 如果你认同我的一个 看法跟操作理念 也欢迎各位就所知 按赞订阅分享 开始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影片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 或想知道的些什么 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 把你的看法把它写下来 让大兄知道你在想什么 大兄只坚持做对的事 什么是对的事 就是要对的时机 买对的产业 选对的产业 买对的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真的有赚不完的钱 等着大家一起来打转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从整个的一个生殖式AI的崛起 带动的一个台湾 相关的一个供应链 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澎湃发展 你可以看到台积电怎么长的 从护国神山 印马当先 引领的一个台湾 相关的一个产业 的一个往上冲 从护国神山开始 然后再到什么 再到COAS的一个概率股 你可以看到红硕 光是这一段就飙多少 飙涨的超过3.8倍 包括的一个 再到机器人概念股 所罗门也好 罗森也好 你可以看到上一波飙涨多少 所罗门飙涨超过的一个4.2倍 还有包括的一个罗森也飙涨 也都飙涨超过4.6倍 再来包括的一个这样 第一个COAS的军华 也是飙涨超过7倍 所以你会发现 当每一次机会无限的时候 只要你懂得做把握 你那个资产你要知道 那个一番不是一倍两倍 甚至三倍五倍七倍 这个机会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快要浮现 你可以看到包括罗森也是一样 那一飙涨上来都很恐怖 甚至包括的一个窗户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哇当时候从420你看一飙飙涨多少 超过2.5倍 超过2.5倍 包括再到细光值 你看 你看我送给大家的联军 飙涨了多少 超过2.4倍 超过2.4倍 那么滑星光 至少两档累积价差 也都快六成 也都快六成 那么最近的一个全新你也看到 你也看到 那么甚至再到的一个AI伺服器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神大会涨 连标识跟涨停板 骨折经过程里 大胆AI伺服器列车你看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台北股市像这样股票很多 你看资料中心 备源的一个电池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个离电池 为什么能够 飙翻天 再来再到的一个广大 这也是我们之前 代会没有大串特赚的股票 200块你看一路飙到300多块 再到的一个鸿海也是一样 我们怎么代会员品 有一波大串特赚上来的 你可以看到 今天话说 符合预期 GP200在12月要小量出货 明年低期要放量出货 所以整个的毛利率 因为现在还没出货 所以毛利率是微减 但是整个毛利率 到时候会大举拉升上来 整个获利还会大幅成长 董事长也说 明年准备迎接高速成长的一个来源 本业业外 整体的获利都非常好 法人买 上户卖 所以 鸿海短线的一个震荡 我问你 这个机会 关键买点在哪边 你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很简单 各位可以透过那样的 视讯大修 留下姓名跟联络电话 你留下你的姓名联络电话 那我会请专人 明天请专人 通知 无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这个算是大胸 情意相挺 那么重点还是在个股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的一个双红 今天能够标涨停 我不是今天涨停才去追 很多人是今天涨停才去追 你看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买 我上次已经带会员票 大赚特赚一波 那这次拉回你看 650块开始买 先赚一波 然后拉回我再度锁定 你可以看到今天涨停来 为什么会涨停 你自己看嘛 水冷散热 你看 你看到整个这个水冷散热 明年比例从10%到15% 要要升到45%到50% 而且明年AI式武器 水冷散热的营收 要叫今年成长多少 成长六倍 成长六倍 整体的一个营收 有五成的一个空间 而且公司的一个自制率 包括的一个随冷板 各方面的一个 这些都会带动的一个明年成长 光是随冷板的产能 成长幅度就将近10倍 所以今天的一个双红 未涨停板不意外 包括的一个 其用也是一样 这也是我们 待会没有所掌握的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甚至事情可以玩 像这种股票 你看双脚足底之后 后面的一个行情 空间都还很大 你可以看到 只要你懂得掌握节奏 掌握节奏 你看 现在载道的一个散热也来了 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 这个资料中心 备源的一个电池 甚至AI自动的一个设备 足声科 你可以看到 这也是我们过去 待会没有大赚特赚的股票 所以只要你懂得 掌握节奏跟tempo 我可以告诉大家 真的有赚不完的钱 等着大家一起来开赚 开心大赚 除了鸿海 关键的一个买点在哪边 想知道 可以透过那样的私讯 给大兄之外 私讯 留下你姓名跟联络电话 明天 专人通知 另外 大兄 口袋名单还有一档 好康的股票 我告诉大家 这档股票很棒 为什么很棒 去年大亏 亏了超过半个股本 今年第二季赚了将近半个股本 第三季赚了超过半个股本 获利转据大成长 今年有机会挑战一个股本 全年 目前股价才在 100多块出头 本益比不够才10倍左右 像这种股票说一样 转据大成长少说 那个一标仗来 标到本益比20倍 你看你的资产 是不是至少要还1倍 这就是哪一档股票 不必猜啦 你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 加入标股新电梯 Nine的 或Teligate 大兄都会无知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如果认同大兄的一个 操作理念跟做法 也欢迎各位 跟我们取得联系 大兄保证 用最低的一个门槛 让你所有愿望 一次满足 也欢迎各位的来电 02-232-19933 控理232 QQ 三三好一趟 轻轻桑桑 我们明天同学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不投资风情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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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